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咱们今天接着来玩无形迷途主线 上一次我们打完了9-11,还出了一个RX9-1 应该单纯是一个关卡吧 竟然不是梦境,好像是打人的 还有这些人,是吧 咱们今天来试试打他一下 不知道打完之后,这第九章会不会像之前那些章一样 给我一个总结啊 打得我手都麻了 真夸张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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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最后一条蛇呀 我等不及了 快点端出来吧 你俩是真会给我 什么呀 找事啊 能不能给小赵总秒了呀 别让他在这个 在那个 那谁的格做罪了 可以 他刷的是几个呀 我很好奇 就我很好奇在这个地方刷的这个攻击 射击手到底是几个 真低离谱啊 我难道 切微的往后拉那么一下 海拉能不能扛住 我想让海拉扛那个什么的 扛那个枪手的 出来 这车只要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破你的盒 哎 战斗形态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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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结束 你不该靠近他 战斗形态启动 我只说暂停一下 战斗形态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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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迪又嗝了 我没有移动部署了 我超啊 真有这样的极限 或者说别急 一定还有办法的 我等他过去 跟这个车一起破坏 哎呦 他小杂种都放完了 这可不好 这可不好整 你不敢靠近他 哎 怎么说呢 怎么说吗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说法的 这不就过了吗 你走进这阁 你走进这阁 我就宣布胜利 还行啊 你不是铁C 我只能说 还行 凹了一个小时 不到 四十多分钟吧 也没总结啊 打完就完了是吧 就像一个挑战官 好家伙 一个挑战官一点 剧情没有 打了我一个小时 R110-1 10来的什么什么 没看清 113年3月15日 流明寨内部 高层隐秘办公室 等会儿 没有配音是吗 这里是个人办公室 是个人办公室 没有配音的 我当时听说了 没有配音了 我还以为 只是后半部分没有配音 我发现前面部分 就没有配音了 什么第十章 整体没配音啊 什么时候能把配音补齐呢 如果不把配音补齐 我有点没有动力录啊 感觉 无奇迷途的一大亮点 就让我觉得 它一直是有配音的 啊 是吧 横向对比一下 很多二游 它的剧情里面 后期就是怎么说的 主线剧情 就开头一点有配音 后面就没了 无奇迷途一直监察到第九章 我觉得还是 非常不错的 但是第十章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原因啊 没有配音了 没有配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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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糖就死了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稳重成熟懂得周旋的人都已经以各种方式死在去往周旋的路上了 就是他们的能人已经都全部都嘎掉了 已经没有人手了 不得不用那个塔兰了 我问他这里狂恶的事情 我问他这里狂恶的事情 我问他这里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把我们把我们知道的信息几乎都告诉了预连 虽然几乎都好像是一个错误用法 就是90%保留了一部分 啊 啊 我问他这里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 都督都是你们的人吗 我问他这里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很谨慎 所以说第九章选的那个开不开枪影响这边余连的态度 我觉得是 我当时选的肯定是不开枪 但如果选开枪会怎么样呢 我估计还是能见到余连 还是能对话 可能他会加一个 我应该杀了你之类的这种台词 毕竟我觉得他不会特别影响吧 前面也出现过很多让谨慎选择的那个选项 但是后面也都没有特别的影响到 感谢狼痕7点56分的灯牌啊 当时没看见 在凹关下 感谢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拉大人的贡品 可爱惜 也有可能是给弦名的嘛 这边赫卡地就是故意敲这个海拉啊 所以说海拉真的很矮 局长可以直接像摸小孩一样摸他 哇 又是这个词啊 文案真的很喜欢用这个词 之前我就提到了 10-1有怪吗 还有这几个 看哪一六十五一样 那不是随便打啊 我为什么要释放枷锁 吓我一跳 我释放枷锁 我要尝试感应乌眼圆的位置啊 洛夫娜 谁是洛夫娜 就是那个红发女人 她是管犯不管枪的后勤 还有一个满嘴炮我这的大老片是谁呀 他们这边留名带的这边 你看白记 那仨 他一下把扣扣白意和的车全都说了 满嘴跑我车的大老片 是谁呢 是谁呢 心里家的 好 我们要帮他们清理死意是吧 流浪人 嗯 这新怪吗 之前好像都没有见到过 来自沙海深处的外邦来客 可以依靠机械围骨进行前行 横扫 对自身所在隔的敌人 造成一次物理伤害 毕竟的目标防御一直一段时间 隐匿 未被阻挡时 获得隐匿 不会成为普通攻击的目标 好的呢 有雷电的塔 合理使用可有效 量力量能量度 激活后 啊 就是那个范围线云量 这出怪吗 出 出宰种和那个新怪 两边都是啊 四个口 好吧 我现在的练度已经比他推荐练度还高五级了 那我觉得这关应该随便打了 因为你要想打过上一关的话 你就得有这练度 对不对 还好我海拉带了一个铁币 你看正好能挡俩 不然还真不好说呢 把这个河破了 我可能需要在这来炫一下 我的暗米潘怎么死了 真的假的 没说爱米潘死了对我损失很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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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损失了对我损失了对我损失去 要 sweating 我们不会有攻击 他这个降防御好像还挺猛的 这个必须要给他破在一个没人管的啊没有人的格子里啊 他走到这格 战斗型号 启动 战斗型号 启动 战斗型号 启动 真吓人 他走到前面这个位置 太吓人了吧也 战斗型号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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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 痛嗎 痛嗎 戰鬥型態 啟動 戰鬥型態 啟動 還沒結束呢 最後一波了吧 把這開了 別往你走啦兄弟 啊 真的假的呀 他平時不往你走 他不會在面前蹲下的嗎 我氣死了 當我自己打一個吧 當我自己打一個 這個不露怪的吧 這個就像這樣吧 感覺開開技能可能就好了 反正也沒怪了是吧 咱們就不重新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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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特有的本事 那你做yoga的神医 他为什么回避我呢 他不敢看我了 他叫中村啊 他执意让我跟他去 他是不是有什么能力啊 感觉他能用语言操控别人似的 看看任务是什么 是不是 神志完全无损失 确实 行吧 看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今天先录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一定别忘了点关注 或者一键三连 此外还能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我是石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